大家好我是豆 本期我们介绍水龙头 遇到这种水管 没有这个内丝接头 应该怎么接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上面没有内丝 这个有丝 应该怎么接 对于这种情况 有的朋友说 就是我临时用 我临时用几天 然后就是那个 就是接它就行 不露水就行 其实呢 我们用这个 可以直接做一个内丝接头 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 其实非常简单 将这个 用一个热溶机 给它烫上 烫上之后 我们怎么做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咱们给它做一个内丝接头 有的朋友说 没有 没有没关系 我们可以做 自己造一个也可以 这个管 大家看一下 给它热溶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给它做一个 大家看一下 烫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 大家看一下 这个水中头呢 把它旋转的往里上 往里拧 大家看一下 拧到拧不动为止 拧不动为止 然后啊 稍微的等它冷却一下 我们去拿生胶带 盘上这个水中头 现在这个已经冷却一下 对不对 冷却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卸下来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内丝我们已经造好了 对不对 然后给这个水中头 然后缠上胶胶带 缠上胶胶带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丝是怎么上的 是这样上的 所以说我们缠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这个顺序 这样这样缠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这样缠的话 这个水中头越上越紧 越上越紧 大家看一下 缠的时候 尽量让它里面高一点 外面低一点 这样缠 给它打个结 这样 这样缠 拧成一鼓 然后再缠一点 然后这样 缠好之后 固定一下 然后上到这个 刚才我们做好的 这个内丝接头这里 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水中头 我们已经造好了 大家看一下 对不对 它这样的话 既牢固也不会漏水 这样根本就不会漏水 别说你临时用 就是你用上三两年 也不会有问题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 没有这个内丝接头的时候 我们给它造一个内丝接头 大家看一下 对不对 其实非常简单 这个就是 我们平常在 水电工作业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这个内丝接头 谢谢大家